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的快乐 精神的快乐 我现在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老喊着要保持快乐 说明蛮痛苦的 没错 缺什么就呼吁什么 因为精神不快乐 我现在觉得导致的后果 有的时候可以特别的可怕 比方说有的精神病学家就讲 好比说在一种就是说一个精神病人 他可能会最严重发展到杀人 但是在另一种环境下 因为周围种种因素的作用 他不见得就会发展到杀人 你说这两个者之间就非常可怕 我最近有一个感受 我不做那个拍案节目 老说这些怪案 当然有可能是说这个新闻媒体 这个刻意找寻 刻意搜寻 找寻人咬狗 凶杀暴力色情 可是我从另一方面讲 他找寻出来的这个事 即便发生在美国 随便一桩 那肯定也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 为什么这么多 比如说连环变态杀人狂 我跟你说在最密的时候 我几乎一个月听说三四个 怎么回事 一杀杀十几个 奸尸 八卸八块 抛尸 大体都类似 但内地很少杀家人 杀的是别的人 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老婆小孩 全家杀掉的比较少 有杀自己家亲戚的 也有 也听过 也有 也听过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老教授 叫刘希伟教授 在南方周末 这个发表言论 就是挑起一场巨大的一争论 这里边说到 你都说过的 邱行华你知道吗 我知道 铁瓦店 杀老道士 杀一个 整个好像整个 整个 一间庙里头 是吧 几个道士都给他杀了 陕西 汉阴 铁瓦店 这人 上山 这个排案 熟的 没错 我熟的很 一夜之间 杀十个 拿菜刀冲头上 砍几刀 又拿斧子砍 最小的才12岁 尤其是那个老道 弯了眼睛 开了糖 把心肝炒了 喂狗吃 而且呢 在下 在下山逃亡过程中 他还砍杀了好心 帮助他的人 就这么一个 邱行华 最近一直在审他吗 不是 在审他 这个刘希伟教授呢 就一直在看审他的这个录像带 那么 你比如说 我当时都都抄下来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教授是什么专业的 精神病 他好多 几十年的精神病 尤其是精神病司法鉴定 所以他现在提出一个观点 我也看到好多人在骂他 他就说 怀疑 邱行华 可能是精神问题 有精神病 那么就说 建议 他还给那个什么 政府啊 法院呢 写信 说是你们不要觉得 我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 我可能是为了你们不要办错案 你们应该去带他去做精神病司法鉴定 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你说现在 但是你在网上看 好多人骂他 说这个骂人呢 最常见的一种骂法 就是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说要杀的是你自己的亲戚 你还这么说吗 肯定都这么讲 就比如说 有时候说 这个你鼓吹性工作合法化 那么就说 那你愿意娶一个妓女吗 什么都喜欢这么反过来说 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很不合理 因为这个教授啊 我觉得他说的一点 又惹起这么大反应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一个现代的 这种 惩罚跟规训的体制 在中国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什么意思呢 或者说跟整个社会发展 有一个 脱节了 脱节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代的这个司法体系 很奇怪 你看欧洲的历史 其实中国以前也是这样 一般呢 监狱里面抓几种人 罪犯 对吧 但其实有时候 这个监狱抓的 不只是犯罪的人 他抓的是 抓良民的 对 他也不叫良民 是抓的是 所有脱离社会常规的人 比如说疯者 比如说流浪汉 比如说乞丐 特别是欧洲 他那个收容所的概念 是很宽泛的 就一帮人都关到里面去 那么但是 当现代司法体系 在建立的时候 在19世纪末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 在法庭上引用精神病学专家的话的这么用他们的话来当证据的这么一个一个国家 那么这时候这个制度就变了 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说他开始觉得这个精神病犯不能够负这个刑法的责任 因为你都疯了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对不对 罪就是说你知道你的理性不能控制你的动物性 你是出于自由意志的 你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 对 要做出于自由意志 但他除了这么一个很讲人权的观念之外 还有一点变化 这个变化最重要 这个变化重要在哪 就是说 如果我法庭接纳精神病学的裁判 这表示呢 就是法庭接受了 或整个司法制度接受 一个人精神病 他有可能会做很可怕的行为 对不对 可能杀人 而且还不用负法律责任 那该怎么办 于是整个警察 整个社会系统 就要开始监控百姓的精神状况 你这有点让我想起福克的那 对没错 就是要开始监控精神状况 怎么样监控呢 比如说学校里面很注重教导精神健康 在社区里面很多医院 很多社工 对不对 社会工作 要广泛的到不同的家庭社区去探访 看看这家人 老吵架 你是不是夫妻不协调 出了什么事 然后呢 很大量的鼓吹心理医生的普及化 所以你记不记得 以前像徐老师 你刚去美国 你会不会觉得美国人都很变态 动不动就看心理医生 就对他们那种社会来讲 看心理医生是很正常的事 他已经把它变成正常化 这样子呢 就整个社会都在随时的监控着大家的精神状况 心理医生的工作呢在中国其实一直有 只是由正工干部 由指导员 由团支部书记来做 对 你来看他讲演 就是跟他谈心关心你的 你最近好像闷闷不快乐 对对对 你有什么心事吗 那我妈妈生病了 你妈妈生病了 我们去看看他 那你妈妈生病 你不要太担心哦 那么党组织会关心你的 那就是心理医生 那我如果说 支部箭在连上 那我如果说我最近心情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婆偷人呢 老婆说那要正确处理啊 什么叫正确处理 正确处理就是你不要杀掉他 我们来 我们来 你不要杀掉他 你知道 对不对 那你要我们怎么建议啊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当盘金莲 我跟你说 邱星华很有意思 他在法庭上讲的这个话 就是他还打比方 说好比说我种了一块玉米 那牛把我家玉米吃了 那我找不着放牛娃 我就把牛杀了 你现在判我的刑 谁赔我的玉米 就是啊 最后法院判定他 这是逻辑 你听我说 最后法院判定 他叫吴端怀疑 说他呀 从某个年头开始 就怀疑他老婆 偷人 偷人 跟谁偷呢 跟老道 跟铁瓦店的老道 雄万成 那不是杨雄石秀的故事了吗 所以 对不对 那不是杨雄 而且呢 你知道 现在他老婆回忆起来呢 就说这个邱星华呀 为什么说觉得 他精神可能有问题呢 就是他们两个夫妻俩 曾经同上铁瓦店嘛 下山的时候 先生骂他 打他老婆 拿膝盖 顶在他老婆胸口上 就是怀疑他老婆偷人嘛 但是后来呢 他老婆跑 夸了竹子 把他老婆这个擦出血了 他又哭了 说哎呀 你怎么怎么出血了 我给你洗脚 又给他老婆洗脚 这都找得到一点逻辑根据 他们家 就是 我看的律师说 就是说 他家这个母系里边 你想 这疯子多多 他们家母系里边 有四个 精神有问题 所以不是 他那方在水浒传里 不是又多一条好汉 不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 现在 把全部都攒了 对不对 水浒里边就这样吧 你谁知道你假如说真有头老婆这回事 他把那个全部攒了 见到谁就刷刷刷 那不是 我们常常就歌颂的这种这种英雄 不是 你知道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骂这个刘希伟教授 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个是有意思 这个太有意思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他们也不知道清不清楚 实际上他骂的不是刘希伟教授 他可能骂的是刑法第十八条 因为这是法律 中国你看 对 法律是从西方这么引进的一种法律精神 所以呢 有这么一条法律 但是这是按照所谓全球化的那种文明标准 人权标准 说精神病可能从无罪到减轻处罚 是有明文规定的 刘教授犯了什么错 他只是说 他应该去做个鉴定 所以说你骂他 其实等于就是说 我攻击你这个法律条文 可是呢 实际上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啊 你比如他问这个律师 说 你作为他的辩护律师 你为什么不提出 律师总要为这个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吗 为什么不提出 给他做鉴定呢 律师讲了一句话 说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你看 也就是说明星会会排斥他 这才是最奇怪的事 大家都在 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跟西方国家不同 我们的法律是很严明的 可是在执行起来 碰到某些极端的情况 比如所谓民愤极大 不杀不足以凭民愤 那以前都有这么一条 但是呢 你的法律条文就在 所以呢 你知道我的理解 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什么呢 大家伙都装糊涂 这个事情不要提了 法院也不说 律师也不改 我们别提这事 这个条文是拿来放在架子上的 你别把它当真 对 我们不要鉴定 把它毙了就完了 你本来像这种情况啊 正常的情况 你想像西方国家或香港也好 就你一个人是 在香港是动不动 就提出精神鉴定的 你比如前阵子 香港斩那个贤窄 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对 那个斩贤窄 就是后来判得很重 对判得很重 但是现在还没判的是谁呢 就是主谋 就是那个后母 那个后母 为什么还没判呢 因为他在临判之前一天 提出精神鉴定 说我产后忧郁怎么样 所以一般 对 那你就要脱了 所以你一般就是 你这个被告 或者他的律师 无论如何 都会想办法走这条路的 文道说这个话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待会儿就要上法庭了 咱们广告之后 给大家说说 文道最近 你要上法庭了 惹上官非 枪枪三人行 太好了 广告之后见 大快人心事 文道上法庭了 这什么大事 大快人心事 你最近是 我常上 我以前你看 我这个忘了交报税表 又上 然后漏了报税 又上 今天待会儿去上 今天那个是 得罪谁了 不是得罪谁 是给人选当评审员 得罪谁告了 不不不 今天是这样 他先选 是双方律师 出来看 选中选不中 还不知道 选中选不中 还不知道 他是这样 双方律师得看 这个人怎么样 那么大家一起去选 两个人都认为 他是对 双方都有利 对集邦有利的 他才会做 对没错 所以这就是 一般像我们做 媒体的人啊 他们都尽量不选 怕你有倾向 怕你有倾向 或者是你会散播 或者你意见太强烈 等等等等 反应有时候不好骗 对 今天闻到 所以这个说上法庭 我就想到 关于邱星华的 这个官司的这种争论 这个争论呢 其实让我很深切的感觉到 咱们得承认 咱们这个国家呀 还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经济 我们已经很 很很猛了 但是实际上 说一个国家的 先进与否 并不单单看经济 也就是说呀 很多所谓的那种 西方的法律条文呢 在这儿啊 你很难换 你是假定西方的法律条文 就是先进 咱这个法律 我没有这么假定 咱们都在向全球化 这个方向走吗 这不一定是先进 跟落后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条文呢 它是没办法落实 但这个不落实 不一定是先进落后的问题 我举 像你刚刚讲那个例子 为什么它不能落实呢 就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在西方国家呢 是经过一百多年来 它这整个精神系统 对精神病的关注 变成个社会的系统 社会的常规之后 这个条文就能落实了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 我们抄了这个条文过来 但是一般老百姓 跟我们的社会呢 其实我们老百姓呢 还是个道德审判 对老百姓还是说 老百姓杀人就常使道德审判 我跟你说 你也不要把老百姓 理解的这么简单 实际上老百姓 往往是某种真相 和现实的反应 比方说 这跟什么有关系 我讲那么多个杀人狂 要按这个教授所怀疑的 我认为他们都该去做做鉴定 你比如说 他讲 有一种行为叫剩余杀人 什么叫剩余杀人呢 杀死你了 还逛逛逛 帮你剁肉馅 这叫剩余杀人 另外呢 好几个杀人狂 你比如说 好比说 我讲那个董文宇 通缉犯抓了 他的母亲 小的时候精神失常 离家出走 还有一个专杀女人的 是16岁的时候 被农场的老板娘 性骚扰给强暴了 留下心理阴影 所以呢 一些很变态的一些举止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个个都去做精神病鉴定 最后的 你又按照刑法的条文来执行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再者说 都会无罪 你有没有这个 你这个社会 管不管得住这些 有危险的精神病人 你像在农村 就像说秋心华家 四个疯子呢 你什么地方收容他 什么地方管理他 咱们这个社会 还没有说那种高福利 或者说那么 那么服务的一个 更深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是这样 这些少数异样的人 怎么来看待他们 其实是为了多数 如果把这些人定为坏人 或者说是敌人 有助于这多数人的团结 跟凝聚 你知道有一定的时候 比方革命的时期 是需要敌人 你没有敌人 革命没方向 所以这些人 你一定要 西方是为什么 要把他往精神病 他不想把世界 分成敌人跟我们 好人跟坏人 他要分成正常人 跟不正常人 因此你做了怪事 他把你看作病人 病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人 在上帝下面 我们是正常人 我们人性是正常的 他跟我们也一样 他只是生了病 就好像你明天 可能得一个病一样 那么这次 其实是鉴于 怎么来处置少数 说到底 是为了多数的利益 所以中国目前呢 你就像你说的 在规矩上 已经超了西方的 很多条文了 无罪假定啊 精神病的要接受 可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呢 还处在一个革命向改良 过度的阶段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需要敌人 需要坏人 来巩固我们好人的信心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像你刚刚说到妇科 就按妇科的讲 妇科的他就说不对 像这个精神病 被认为是一种司法上面 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对罪犯的看法是什么 就说你说的对 他是不正常 不正常呢 但是是可以拯救 不正常 这个社会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把不正常的人 慢慢的正常化 要就怎么样防止 怎么样防止正常的人 变成不正常 我们的概念是 为民除害 对 他就是个害呀 杀人魔王 假如说他是个疯子 他到处杀人 他就是公害 对 所以要除这个害 对 所以这样子呢 你的这个司法体系呢 你的重点不是在教育 是在处罚 像我刚刚说那种 你刚 你如果刑法有这个条款 这本来表明你的刑法体系 该往教育的方向 就是说 我怎么样 这是中国式的教育 他目的也是教育 但这个教育就是 怎么样让这个社会上的人 精神慢慢的是健康的 不要有人有偏差 那个人偏差了 得看住他 小心他 偏差出去远的 再把他拉回来 但是现在呢 像我们这个情况 是要处罚重灾 重点不在于预防 重点不在于 把什么人救回来 而是谁犯错 我怎么办 所以他这个事啊 我也没什么关系 让我当时 我一下子脑子里 闪回一个什么关 一个什么见闻的 我看过的一般啊 狗咬死人的 那种事情 最后啊 这个狗都是被处死刑的 对 就是说 你看狗他也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 但是好像通常是个游戏规则 又不是一个潜规则 一般村里 你只要咬死人了 肯定这狗打死你 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文道要上法庭 我就想起 这跟你整个法院很有关系 刺杀里根总统的那个辛克利 你知道当时在法庭上 你看咱甭说你不做鉴定的问题 做了又怎么样 辛克利这方面是检查方面 检查检方 请了三个精神病专家 给他做鉴定 说他没有精神病 辛克利的律师呢 因为人家还存在 可以民间 民间鉴定 对 不是只有司法部门 鉴定 我可以鉴定 辛克利的律师 最后说是精神病 请了五个顶尖的精神病医师 鉴定 他是精神病 对 然后他存在一个法庭 控辩双方 你们辩论 对 最后陪审团 法官决定 辛克利这方面 请的精神病专家 较为 比较可信 比较可信 所以裁定他 有精神病 所以辛克利无罪 但是 关到精神病院 对 关着他 治疗 对 你看 你在中国 你 我们没有这种 一般说 即便鉴定 中国主要是 还需要 这个司法东西 做道德教育 比方说 你联想到 前段时间 戴口罩 示众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把一些 就是 信工作者 这样来 来示众 他的目的 就是让一般的 其他看的人 看的人可能 也在附近 其实也靠他们 这个产业吃饭 可是在看他 不好的时候 他不仅是司法的 一个惩罚 他还要在道德上 跟你惩罚 就是说你是坏的 然后我在旁边 看了以后 然后让他们觉得 我是癥结的 你知道 中国从古累来 都是这样 很多女人 向他丢石头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一个 前现代的东西 就只有前现代 才要推出 五门出展 展给大家看 罚一个人 罚给大家看 这是前现代的东西 发生在深圳 而且呢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 整个制度 都特别关注 精神病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呢 像我们刚刚讲 现在西方国家那种 特别关注精神病的体制 它还有一个好处 它能计算 它能计算 比如说我这个社会 有多少比例的人 可能异常 可能异常 符合哪些条件的人 可能异常 然后我就去抓 那些条件的人 就开始去操作 就开始去捕捉 但在中国 没有那么细腻 没有那么细腻 我们这个社会 还很粗糙 说到一句话 你得把这些 跟我不同的人 很不同的人 看作是病人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